兩位 info 在此 你可以去檢驗嗎 檢驗喔 檢驗新官序 是啊 因為我都十幾天前開始 你聽我說完 我陰陽 那我就不舒服 開始卡 那我開始擔心 吃吸藥水 又好像沒什麼幫助 那我就勸你去看醫生 那我就怕是那樣東西 那他說他覺得就不是的 但是就算你想驗 我現在都不會跟你驗 因為太早 他根本還沒發出來 就是驗不到 爛逆 那後來就 他說你要驗都要過多幾天 那他就覺得不是 那他給我一些抗生素給我吃 他說因為是上呼吸 上呼吸到感染 他說最重要是你沒有發燒 沒有周身沒有力 還有咳 這三個東西是最重要的 那我就中了兩樣 那我又開始害怕了 那我又帶給那個醫生 那他說你有沒有發燒 那他說沒有 那他說他覺得也是不是的 那他說如果你真的很擔心 你明天來看看我 那第二天去看他 那他見到我的樣子 他說算了我還是幫你驗 因為你騰雞道這樣 因為始終影響很大 如果我回來就散播 我不知道會散播給多少人 那自己又安心一點 那終於就驗了 那沒事 即時的 抽血 抽血驗的 那就沒事 那不是要等幾個小時嗎 不用15分鐘還是20分鐘 很快的 因為驗血它是比較準 通常 但是我們再這樣下去 其實都會很驚的 是啊 因為始終我們之前拍了一些戲 是比較多人 有一天我們又要調威 要爆炸 那很多 真的我不知道幾十人在現場 那很多人 所以自己會想很多事情 那你有沒有這些防措施 其實沒有戴口罩 那有個東西抬著 平時不開工 你開工又抬不了 那其實不停喝些領物 不停喝領物 是啊 你問我 始終我們戴不了口罩 是一個挺大的問題 是的 這個是會比較擔心的 你好像很 我表面 表面就冷靜些 其實內裡都很亂的 哈哈哈哈哈哈 我表面都不是很不冷靜 但是沒有它 按什麼 我一向都沒有去不出街 我一向都不應酬 你一向不出街 我一向都很少應酬 一向都不會不出街 你一向都很少應酬 很少應酬 很少應酬 譬如你說 我要回來 那當然出來 是不是 那不然我還是在家 OK